水怪華退休,今晚last race 但前晚游泳館成為了美國的天下 有桑梨在女子200米花泳破世積奪冠 再有卡亞尼贏了200米貝泳 只不過最開心的當然是他 他在200米個人四色游出了1分54秒63 擊敗了美國隊友洛捷迪 贏到今屆個人項目第一金 亦是第一個在這項3年半的榮手 累積贏到第20面奧運獎牌 當然是威威啦 只不過有人說他已經確定會在輪奧後退休 即是今晚4x100米四色接力 可能是他生涯最後一游 水怪last race 怎麼可以錯過?今晚夠實直播啦